各位委會的貴賓,我們今天最有活力的詩語,他都一一介紹了 那今天我個人非常高興,能夠到我們西部堂場來參加我們這個糖鐵文化集 就誠如剛剛我們總經理所提到的 我們這個民生的事業,就是傳統的產業就是糖,還有交通的 對我們早期來講的話,包括現在來講的話,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今天也非常感佩,我們西部堂場在我們這個曾經理的帶領之下,非常用心 你看看我們這個搭設的這個舞台,就在我們的五分車的鐵軌的上面 這個都是非常有意義的 那我們剛剛總經理提到的,當然我們在文化部的立場上來講的話 我們希望說,各個的一些傳統的產業,他都能夠恢復到 就是喚起了民眾對一般,對早期那種產業的那種印象,跟認知 那剛剛我們總經理有提到說,他們 就糖公司會規劃說,未來用AR、VR的這種方式 那我到聽到這一點,我也個人非常興奮 我也提一點給我們的台糖公司來做建議 因為我們在我們的小時候,因為我本身也是彰化人 我小時候,我們的印象裡面,都跟著那種台糖的五分車在跑 然後抽乾蔗,這段情節是不是也能夠把它考慮進去 我想這個對大家來講的話,是非常的有趣的 那對我們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來說 我們一直是希望說,比如說像我們這個西武堂場 我們從95年開始,就跟彰化縣的文化學 還有我們的西武堂場,我們就從95年開始 就是三方面的大家來共同合作 那我們今天也看到了這個西武堂場的 在我們三方合作的努力之下,有了一些成果 但我們希望說,在因為保存的這些文化資產 是在為我們的下一代的小朋友來保存的 那今天來到西武堂場的過程裡面 在車上我們也很高興的聽到 這個台糖公司在明年的就有關這個文化資產保存的方面的預算 倍增的 那如果說倍增的話,那我們希望說 在我們的文資局的這種協助下 也請台糖公司不要客氣 來繼續來跟我們來合作 那我們希望說 希望說透過我們這個三方面的 包括縣政府的文化學的這種參與 能夠讓我們這個台糖的這個文化 能夠永遠的流傳下去 那最後,敬祝大家身體健康,精神愉快,謝謝 謝謝,感謝